我现在到了库尔勒的市区 感觉这个城市建设的还是非常繁华的 这里是库尔勒的惠家时代广场 看着很大的一个商场 这边有个美食城 砂锅 鸿焖鸡 出来吃一碗麻辣烫 这边的菜挺多的 我加了21块5 这个门给它关好了 21块5的能吃饱饱的 挺好的 听说现在青菜啊 都涨价了是吧 我总也不买菜的不知道 这是麻辣烫的各种小料 我的大餐好了 这边还有自己办的蘸料 它这芝麻酱比较稀 吃饱喝足 准备打道回府 哇这个超市还挺大的 一眼望不到头 看 一里一老奶茶 这属于新疆的特产吧 奶茶 猛牛的这个酸牛奶 这边是7块钱一桶 一瓶了一瓶 你们觉得便宜吗 一粒的这个一销是18块9 这个不便宜 这个我在内地买过最低的一瓶 才10块9毛9吧 一般的平时是卖12块9 一斤奶 这个是新疆特产 就江小白 5块钱一袋 一袋是一斤 这些大桶的酸奶全都是新疆本地的企业 新疆产的奶 这里边就像果冻一样 我拿一桶这个吧 因为看它的配料比较好 只有这个牛奶和白砂糖 别的的话 还有一些其他的配料 回头出了新疆 就买不到这种酸奶了 哇 这个虾尾看着很新鲜啊 肉都是白色的 138一斤 还是一公斤啊 不知道 这个庞鲜是28块8一只 大鸡 不是很大 这边的西瓜不便宜啊 三颗钱一公斤 我之前在喀什 这种西瓜是 1块到1块5一公斤 这边比较贵 和田的石榴 18块9毛9一公斤 相当于9块5一斤 我好久不买菜了 我也不知道这边的菜价贵不贵 你们觉得贵不贵 新疆都是算公斤的啊 给大家看一下新疆阿卡苏 本地产的苹果 新疆本地卖多少钱 8块9毛9一公斤 砂糖局是18块8一公斤 这个我们老家那边 最便宜的时候 也就四五块一斤吧 感觉这边的物价 比我们老家要贵一点 前两天在喀什附近 我跟那个当地的 饭店的老板聊天啊 我问他们 一般的工作工资多少钱 他说 一般是五六千一个月 我觉得那边的工资 还挺高的 我突然在这个超市 看到了一个小玩具 球 踏了一球 试一下 试试这个 踏了一还可以 我想给小小买一个玩 买哪个呢 买这个大的 还是买这个小的 这个大的 小小的嘴好像 咬不了吧 得买这个小的 挑个好看的吧 我突然找到这边 还有蓝色的 给他买蓝色还是黄色的 我感觉黄色的玩几天就涨了 买蓝色的 9块9毛钱也够 房车自驾新疆 这里是新疆的库尔勒 今天走了一天的高速 所以我决定在这个城市修整几天 库尔勒这边的风景啊 真的是非常美 这是什么植物啊 由绿色变成黄色了 看着有点像那个 有点像什么来着 像高粱啊 是不是 像高粱米 你可别掉河里边这些小 我刚才搜了一下 附近有这个 呃 宠物店 小小明天带你去宠物店 给你洗洗澡啊 上个厕所吧 嘿嘿 房车旅行 这一站咱们到了库尔勒 刚才看了些导航 这两天咱们长途跋涉 一共开了一千多公里 一千多公里 连续开了三天吧 停在了一个库尔勒的 算是郊区的公园吧 这边是一个免费的车位 我感觉在库尔勒停车呀 找免费车位太难了 郊区还行 市区的话 车特别多 这城市建设的非常好 一会咱们出去吃个饭 这两天天天在车里边 也没吃啥好吃的 一年下高速之前 加了点水 加了三个水袋 因为我这个车里的水箱 已经彻底放空了 因为库尔勒这边 晚上是有零下的 水箱不放空会冻冰的 不出我所料 这一开车 这水又洒了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他们是哪里洒 真的 这个水袋很奇怪 就是有时候洒 有时候不洒 一会看看能不能买到 这个桶桶水 早上给送过来 买不到的话 就得去超市买那种大桶水的 十几块钱一桶 五升的 这开探告诉我 这车上 玻璃上全都是这种虫胶 全是小点点 这玻璃每天开车之前 必须得擦 刚才用卫生间 那个洒的水 给车玻璃擦了一下 左右全都擦干净了 挺好 这等于是废物利用了 不然这个水扔了 也是扔了 刚才打了个电话 附近两公里 还真的有个送水站 小小的渴了 先喂它吧 来吧 来吧 我把这个桶里边 剩一点水全倒出来 不然一会儿送桶上水的话 装满了这些水贵 就得扔了 浪费了 我去 能倒出这么多呢 满满一壶 这满满一壶水 晚上烧开了 冲点茶 冲点咖啡 不挺好吗 比扔了强 为了等这个桶上水 看一下 我从天亮等到天黑 说十分钟 送就是半个小时的呀 天已经彻底黑了 这也太不准时了 天亮等到天黑呀 不准时也没招啊 得在这等着呀 灯亮了 我看是不是送水的 不是 是个SUV 算了吧 冲点打上 我一会儿叫个外卖吧 现在已经 快八点了啊 现在出去吃饭的话 估计吃不到啥了 我现在房车停这了 天已经黑了啊 现在这边 我对外卖的话 再没有个地标建筑啊 我都不知道 地址留哪啊 这个定位啊 是不准确的 因为我以前 就是犯过这样的错误 定位的话 人家外卖根本就找不到 等了一个半小时 这个水终于送过来了 小小不吃口粮 因为昨天我给他买的羊毛串 这家伙就不能对他太好 我就不能对你太好 你知道吗 给你吃个羊毛串的狗粮就不吃 你就挑食吧 我这回你不把狗粮吃了 我什么都不为你啊 我让你馋 现在车里是18度 准备出去吃饭吧 我也饿了一天了 把车停在这会儿 应该没事吧 这晚上连个灯都没有 看看我每次回到家 这个大屁股小小啊 好开心的 大屁股小小 好了好了给你买了玩具 你这玩具9块9一个呢 是不是 这天几块钱都买瓶酸奶了 喜不喜欢 熊猫了 熊猫了 来来来 行 拿过来 球拿过来 球拿过来 玩的 在这玩的 好了好了好了 这车里边太挤了 看一下啊 太挤了 接下来我要在这个库尔勒 休整两天 然后车里边的东西 该收拾收拾一下 这尿素箱子 尿素桶 都给它收拾好 这都没有下角的地方了 看 满了啊 我的车满了 各种东西 这家伙很聪明的 这倒是给他买的玩具 他就喜欢玩的小球 好玩吗 小小 好了好了 球呢 找不着了 就这呢 小小女士 小小来 球找着 这你就 等会啊 玩吧 明天带他去洗个澡 把我这个电瓶车给充入上吧 睡觉之前再把它拔下来 现在车里边电应该是满的 这个库尔勒不准 现在我要品尝一下新疆本土的酸奶 这大罐子 一罐子是1.2公斤 13块钱 里边是这种的 看 为什么买这个酸奶 因为这个酸奶 我看配料里边没有乱七八糟 什么 明胶吧 那叫食物明胶 还有各种的 什么乳粉的 没有 就是奶和那个白砂糖 我觉得还不错 看看有没有食欲 明天的早饭有了 用这个酸奶 拌这个水果麦片 再来一口 嗯 好吃 刚把暖气关了 处理20度 准备睡觉 把灯关了 看看外面啊 什么都看不清 没有灯 准备上床睡觉 这个录用地晚上还是很安静的 挺好 晓晓真的有点糟了 明天带他去宠物店 给他洗个澡